大家好,欢迎回到Vilsson无形季的时间 又来到一年一到 真是Vilsson无形季的出季的时间 今年很可惜 由封面大家可以看到 由张叔图 今年其实是2022 失败了就砌不够100只 但今年其实是有91只 所以跟大家去回顾一下 今年其实究竟又砌了些什么 又讲就讲不完 但里面可能选择一些 认为我自己 Vilsson觉得印象深刻的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数过个季 先看看吧 短短两年时间 就已经把这个季都充满了 对啦 那些猫都急不及待想搞我的季 好啦,那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啦,首先又从高达的这一格开始啦 都跟上年可能个分别不算很大 是有些牌位可能调整一下啦 如果这里来说 今年属于2022年的作品 就比较少一些 主要就是这些水星魔女啦 选择了两只放进来这里 其实这一层呢 其实这一格高达的专柜呢 我都打算拆火的啦 其实都将它变成机箭的柜 还有将高达打散到其他机器人的中间 那就真的做回完全的机箭的感觉啦 那就不用只高达啦 因为如果只高达 可能我会找一些小格点的 那我就就回作品 譬如上面其实这里有一大堆都是零零呢 那我可能零零那里另外开一格小的 给它们摆就算啦 那在水星魔女呢 尤其是我是特别喜欢这一只的 阿达尼尼巴尼迪的 那叫什么叫达尼尼巴鲁迪 是的 它的名字很难记 全部都是阴影 那为什麽呢 在未开播之前 其实未知道任何角色之前呢 我已经对一来它红色很抢眼了 二来我不知为何 喜欢它这些呢 厚厚实实啊 很零零的 其实这个感觉 其实风铃也有少少的 大腿厚一点 有那些Xia那种感觉 那些粗大腿的感觉 我是喜欢这些机的 那开播之后就更加啦 因为阿古尼呢 除了第一集比较大少爷之外呢 后面就越来越得人喜欢 那个角色 即不只是大众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 那个角色很好看 那就变了越来越喜欢这部机啦 那另外啦 今年呢 亦都是重炮手改推出啦 很多人可能觉得同通反那只 即是普通就那样重炮手呢 那分别不大 但是有分别就是有分别的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 如果你是有执着想齐回 它后期这些叫改那些呢 即是W的后期型的机体呢 那你都没得不买的啦 如果你想齐的话 那没得说齐就算数的 所以就没办法啦 这些见仁见智啦 那另外呢 今年一个我之前来说 那虽然预计它多数会出 但是又不够胆 说100%就是这个Aero Booster 那 G-Unit啦 那可能不是个个都很熟悉啦 虽然就是那团漫画 但是其实很短的就是 我觉得你没看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啦 它不可以叫做很好看 但是那些机体我是挺喜欢的 那这部Aero Booster就是 之前就这样双子座1号机的强化版啦 装了一些 即是不同的装备啦 连头都改了一些啦 那旁边就是之前 他阿哥的那部纸蟹啦 那部纸蟹啦 那这部Aero Booster呢 那出得都改得挺厉害的啦 其实我唯一最不喜欢就是 要多了个高跟鞋啦 那其他我都觉得 都觉得挺好的 那希望他快点就出了之后的系列啦 好 那这样就送下来 到这个呢 机箭柜啦 真是超级机械人为主的一个柜啦 当然都有少少部分真实鞋啦 那呢 今年砌的来讲呢 我自己在这里呢 MVP最喜欢 即是不一定叫做出得最好 但是我自己最喜欢呢 就一定是真3-1啦 即是 说真的这只真3-1呢 他的外形就不是叫做好新穎的啦 那因为他其实是和千值链的合作 那就是千值链的Lio Booster的那个版本啦 就改成这个模型版 那比例上我觉得是有少少改良的 看回这图 在和这个Majin Kaiser一样啦 即是他当初是一只成品玩具 改成模型 那他多多少少少 扣造上都有一点点分别 但是原则上的基本的设计 都是近乎一样的啦 那就 我觉得就很漂亮啦 那如果有兴趣可以看回他 我没多久之前出的这条片 大概一个月前左右而已 那大家可以看回 那今年来讲呢 还有魔动王啦 那我分开了摆的 就是地隐盒 超级地隐盒在这里啦 那超级水卷盒和风飘盒呢 那我暂时分开了摆 因为摆位 不是很遅到可以摆了三只 太壁啦 这裏 说真的 摩洞王呢 全部都是呢 出得叫做过得去 又没去到叫做好出色的 那但是就 胜在他够齐 因为他现在连邪洞王都出了 那就是玩 是玩collection的 那摩洞王很多都是的 其实他有时质素是真的 真的坏地说是很参差的 有时好有时不好 我就整天觉得他们有 至少三间代工厂 即是几间不同的代工厂去做的 那就很明显有时的质素是不同的 那就另外啦 超重神啦 gulabion 这个超重神呢 那你见到我现在呢 就好像之前说那样 我记得我在三一那条片上 给他出了一镜子的 那我亦都没有一个 专属的超重神的影片 那因为就等着一月出的 太阳神啦 那个Solu Gulabion 还有这个 去到二月才出的 God Sigma Gulabion 齐了三只之后 他可以做一个最终合神的 那就到时才出一条片啦 那但是就这样看外形 其实就很漂亮的 真的很漂亮的 我觉得漂亮的 比千值年出的那只 成品那只啦 尤其是头 那个头呢 我觉得呢 不知为什么千值年那一块面呢 尤其是有人样的那些面 就不知为什么 那个样子好像胶胶的 那样的 但是在Modeloi这个版本呢 整个样子漂亮仔了 整个 你就算远看近看 都是漂亮仔了 那到时 拍专友的影片的时候 再跟大家详细介绍吧 但这个都是我今年比较喜欢的一只 就是我想 除了真三一 还有呢 接下来介绍一只之外 第三都差不多到他了 那就是不算高达啦 因为很难 其实很难一起比的 Bandai出的那些无形二砌呢 你怎么都比死人的 好啦 今年 我没记错呢 他也是今年出的 那这个智雷马 天之智雷马 那之前其实已经有 这个Great智雷马的了 那之前好久之前砌啦 那我又是放了另一格 那那 那今次这个普通的智雷马呢 其实我反而比较喜欢他多些的 因为他简弱一点点 是啊 Great智雷马就有一点 我觉得又太拿你命三千的 就 不是不漂亮的 他都算平衡得好的 但是就 就是摆起姿势上来 硬是好似鈍一点 那样的 我就比较喜欢这个 smart少少的感觉 那也都 那本身Great智雷马 都是只是设定上有的东西啦 不是在动画里面出的东西啦 那我反而反过来 他不知道对面那个叫修罗帝 还是什么鬼啦 对面的大哥 他那部东西是有点像Great智雷马的嘛 我反而有点想看下 会不会出那部 就是 我宁愿他只是出一部大脑机那样好过 他有点 这些呢 很容易弯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刚刚突然间发现他弯了一块 他的胶有时候很软的 有点像Bandai那些 比起Bandai那些 所谓大家很喜欢说弯的胶呢 那个KPS呢 还更加弯 刚刚才发觉弯了 但一年就值得回 好搞笑 好了 那就是这个天之至雷马就是这样啦 另外啦 一个是近期才弯的 就是这只呢 骑士软魔法 NICE AND MAGIC里面的那只 不知道那个是否是女主角啦 即是他旁边有两兄妹的主角 他们所驾驶的一只人马的机械人啦 那都等了他很久啦 即是说真的 我自从斑钩砌完之后呢 我就看回他的动画啦 即刻 就爱上了这套东西的 其实 那斑钩就不用说啦 我之前都觉得 即是未接触过都觉得他超型 即刻就一来到我即刻砌了 那也都后来等到那些水贴就贴了 那但我其实呢 都因为那时临急临门很多东西是临时加工呢 左搭右搭搞到我觉得有些加工得不伦不类了少少少 那虽然我平时的东西都不是完美主意的啦 但是呢 我都有一些想砌过的 所以我就买多了两盒 那就反正都是啦 我就想做完六只手都拿劍啦 那我即是我不一定整天都敢做 但是就 至少我想有齐六把劍这样放在那先啦 那我想用的时候就用啦 所以就 来紧呢 来紧今年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想砌多一只斑钩啦 好 那另外 有这个 这个 SSSS 这个 它是什么呢 Dyna Genon 它的最终合体版啦 那连在一个在Good Smile的 的online商店才买到的那一套 Grid Knight 和那只黄金龙 是啦 深厚那只黄金龙 那就合起来呢 就和普通一般贩售那只Dyna Genon 合体呢 就变成这种 我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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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叫什么 但是又不影响到它跌哦 我觉得它不实啦 其实都实实地的 就是不会拼得脱的 那是可动餐点啦 但是外形就真的没得揮的啦 尤其是它分了体呢 各自分了体的时候 那些外形更加漂亮点啦 它合了体 也都维持得到平衡 就不会说呢 大合体之后 就变成了好像之前的龙王修罗那样呢 就是Bandai出的龙王修罗呢 那只合了体之后 真的好像怪怪的那样 它就没这些情况啦 那所以都算是不错的啦 那好啦 拖过来呢 今年呢 一个我自己呢 最震撼的呢 就是 当然就是这个最终交的佳格啦 即是当时 在基站30见到那样 你怎样都没想过这样的尺寸 你可以出模型的啊 啊 怎知有时呢 食换呢 虽然是贵 但你又真是没办法的 它又真是什么都敢出 那既然呢 预了你买的人 即是它又不会便宜给你的啦 那它买的人预了少呢 它就更加贵 去违换的数 那就没办法啦 即是我们这些有爱的那些是吃光的啦 变了我们硬吃的啦 那就变了呢 这一只东西呢 成千多元 虽然现在呢 高处未算高 还有一只SRX 加上成三千多元啦 那啊 我都会入手的啦 虽然 都走不甩的啦 即是始终有一些爱 还有我见它分了看各自 每一只都几高质的那样的 那些可动 都应该走不甩的啦 那这只FINAL GAO GEIGA 本身它未有FINAL那些之前 那已经出了这只此元啦 此元勇者王啦 JANET式GAO GEIGA啦 那它本身已经出得很不错的啦 那如果你说唯一 真的要救病的呢 就是如果我拼回其他很多这些 十多cm高的这些模型呢 它有少少的本体出得小了些的 就算相比起它自己的SMP 即是例如这些天文用事啦 呃 和这个 呃 泰坦3啦 这样这些呢 相比它们都可能出得有少少的小了些的 那就没办法啦 它始终 不是根底例出啊 这些东西 就很难说就到一个平衡的 那我觉得OK的其实 那这些东西都不合理地大了 或者小了的啦 那所以都没什么所谓 那我就真的不算很记得了啦 因为说真的两年呢 这两年过得太快 有些东西我究竟是 21年砌啊 还是22年砌 我已经有些模糊了 那如果有些什么遗漏呢 那大家呢 在画面上掠过就自行看了 那应该魔法骑士好像都是今年的 我真的不记得了 就是2022年的 真的不太记得了 那但是就照给大家看一下啦 那它又是一年出了三只 其他两个呢 又是在下面摆住先 那它... 其实很快 过多好像一两个月呢 就出那个叫做 合体魔神的了 就三个合在一起 都是叫雷亚斯 但是就是三只合体版本 那... 都想快点看下那只出得如何 因为我觉得这三只本身都出得很漂亮的了 其实... 这一只好战就没有写明 是跟千值年合作 但是外形 跟千值年 我觉得都差不多大同小异 它只是出了这一只雷亚斯 而已 风神和海神都没有出的 那就可惜些 但是就是... 如果你没有买千值年版本 其实砌这个版本 我觉得都OK 我都是... 那些红色我都是只噴光油的 都... 就算是感觉在那里 金色当然要自己噴啦 是啦 就是这样啦 好啦 那到另外一格呢 所谓的基箭柜啦 今年呢 其实... 应该就近年头左右啦 那我就砌了那只最左上角 超魔神龙神远 那... 就... 出得都挺大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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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扶怒我究竟 砌不砌那些... 那些... 那些降衣系列下去 还是呢 玩了Bandai的那些 考虑了 因为它还要有《龙星远》 其实《龙星远》就是我自己 《魔神英雄传》里面 最喜欢那一部 那我可能砌完那一部 之后其他都没有动力的啦 那到时候再算啦 另外呢 Moderoy 那之前砌的Giant Robot 那... 其实我本身是超级期待的 这部 因为都... 小时候玩基箭alpha 才第一次认识这一套 我也是近一年才看回OVA 觉得这一套挺有味道的 虽然不是很传统的机械人样 比较旧的一个世代 始终是环山光辉的设计 但我挺喜欢环山光辉的设计 有旧味道得来 有点现代设计 其实也不是很现代 这一套应该是R2000年左右 其实那时候也属于 机械人动画最传逞时期 我不肯定是年份 但一看画风就知道 都是90年代 00年代 千禧年代 那些是机械人动画的感觉 我是很喜欢那个年代的动画 譬如《太阳使者》 《铁人28》 那种有点现代设计的旧式机械人 我是很喜欢的 但我本来很期待 出来也不是不漂亮 但可动真的完全不行 可动真的很差 就变成了很行行其其 想做一些漂亮的出拳post 也不是那么容易 就比较可惜 其实造型我认为算是挺好的 唯一是可动真的差一点 好了 说到今年的其中一个 风头等 当然是左右两个 这些境界战机 境界战机就很厉害 我自己就OK的 说真的 我自己一点都不讨厌 甚至乎有很多机体我都挺喜欢的 但是那套动画 真的不能够帮助 说真的 这个动画我都没办法 怎样兜都兜不回 真的很难看 不是开玩笑 他中间给了少少希望 但最后都是草草收尾 我真的被他吹脏了 这套动画 我完全觉得是无形 出得算是挺好的 但是就完完全全被这套动画拖累 拖累得很紧要 这套动画真的很可惜 尤其是 《Blady Phantom》 和《剑舞斩》 这些 其实都 就算不是特别喜欢 至少出得正路 是不是 我自己都挺喜欢的 那就没办法 算是可以说胎死腹中的计划 我相信 他一路虽然有东西继续出 但我想都是一些 很多方案的其中一些小部分 我想他开头是想出很多东西的 至少他那里有多大势力的 其中一个欧洲势力的机体 都完全没有出到 我相信 不会完全没有计划出的 只不过现在变成废案而已 可惜一点 好 再掃下来 当然 今年 古条 忘记了是今年出 如果是 那就 他比较狼死 出了夜间 果然那时候都没猜错 他腰夹 够胆死整个洞 都知道大家是插把狮子黄刀的 结果真的 亦都排了货 不过我还没继续 期待他快点出白骑士 说真的 我都不贪心要他快点出古铁巨人 那些东西 你快点出了白骑士 先 我不知道他无形这个系列 打算拖 怎样拖来出发 大家都知道 售屋没有了 基本上有Bandai这个系列 就没有售屋 虽然那时候手屋都已经有很多盲点了 那个系列 但是 现在他这样出 就不知他追到何时了 当然啦 SMP那边就分担了少少 但是暂时都只有SRX 我就希望快点有龙虎王 对了 好了 讲完后面 这个兰斯洛特 我现在摆位不是很好 被古铁遮光 他 都是我今年觉得比较喜欢的其中一款 尤其是非高达类来说 但是又是那样东西了 稍微出得大了一点 威龙就跟回1-4-4比例 所以出得非常好 不需要说 但是这个兰斯洛特 外形就出得很好 但是呢 就真的 他本身应该跟哪些可以比较呢 他应该跟装甲骑兵那类的大小 可能最大一点 他出得这么大 我觉得就有点奇怪了 我觉得 就是跟我说说法一样 他其实如果隐约和威龙一样高 我觉得舒服点 看得 你不用比较小 其实一样大 我觉得就看得舒服点 但是没办法 他就算是有比例的 他其实是有比例的 他不是non scale 他比起他以前出的那一款 HG老老收的机 他都是出得大了 其实 所以就希望 都没得希望的了 他之后出红年 我想都是这样的size 都没办法的了 这个就是Wave的 我自己和很多朋友都推介 Wave的超小巧妖赛 这个是1比100 所谓1比100 平时我想大多数人玩 尤其是Bandai那些是1比72 你现在明白我刚才说 想配上size的意思 他1比100 就算是和威龙1比144 他都算是一个类近的size 我一起摆上来的时候 就看得舒服点 那他将来 这个1月也有 Macross Plus的Bandai出的 1比100的YF-19 喂 真的 我刚刚刚才砌这一款 我还在找到 我刚才没有一些漂亮的1比100 可以收藏的时候 他就说出 Bandai就说搞1比100 比例的超小巧妖赛 简直是好像独心一样 那我就很期待那一款推出 好 继续拖下来 那 这个又是近期砌的伊迪安 伊迪安是没拍片的 因为一来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 那就 只拍了照片在IG 这一款伊迪安 它其实出的都挺大的 但是都 都叫做勉强符合到的比例 还有呢 其实就算Modewy 刚才的Giant Robot 都属于是偏向大一款的 厂商就是Aosima青岛 那它的机械人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出得很一样的 之前 例如这个 这里有 Gun Duster 那青岛出的那一款 我觉得很坏的 说真的 它虽然说动画还原 但是 那一款顿得太重要了 可动又顿 外形又顿 我觉得搞不定 那一款 我觉得 本身就不太看好的 我单纯见它价钱便宜 那就试一下 看它观图都不错 结果 它真的跟Gun Duster 没得比 这款真的出得好很多 就算怎么看都出得好很多 我本身已经有买到一款Mini Pla 但我一直都没砌 都是后缀的 不是当年买的 这样就变了 尴尬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砌不砌那一款 先放在一起 不太大盒 将来 刺起根才再砌 就是这样 另外一个 今年 有少少想不到自己会砌的 就是Transformer 被这一款白丝的 欧柏文吸引到 很多朋友都会很恨这个系列 如果是传统 喜欢老变的朋友 因为 这个系列 风雷无形 是一个变不到型的 变形金刚 听起来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有些传统粉丝会恨他 但始终我不是传统粉丝 那我就没什么所谓 我看外形的 他很有那种千夕练 大章正矶的曲线 其实我觉得 配上卡通版的Transformer 我觉得很漂亮的 其实之前已经入坑买过一两盒 一直没砌 买了这只白丝 就立刻砌了 我都想找时间去補完 砌其他买了的风雷无形 我亦都订了大寿臣的 其实风雷无形 到时看下表现如何 那极树兵 其实我又是不太记得了他 究竟是 应该是今年的 因为今年最新应该是他的 极树兵 又是我觉得出得挺好的 唯一不足就是 又是他不高的 出大了的问题 跟古铁一样 刚才没提到 唯一这一点是可惜少少的 差不多跟Cybaster一样 那么大只 Cybaster也是比他高少少 Cybaster是上年砌的 但百剑是新的 就是PB 所以 都属于今年的作品 但只有两把剑 又很久 即是出了Extrafinish版 在PB 跟回Malitilipa 还有有电道版的剑柄 电道版剑柄是可有可无 既然这边用得 把Discopter都换成电道版的剑柄 不要一个是噴 一个是电道 怪一点 是这样的原因 那就是 无形呢 今年砌过那些 怎样都说不完 之后那些呢 我再快速跟大家说 好了 这两只 又是近期砌了 但没出片的 就是Brain Brain Powered 一出就出两只 来附近应该就只是香港未派 日本应该差不多的了 就有他们的敌人 Gulantra 那些兵仔 有两只专用机 那样的 我挺喜欢Gulantra的外形 那我就很期待可以快些砌到 Brain这两只 始终大家都知道 它是有强化版的 所以 叫做砌完先的 等它强化版出 我才会正式展示那只 这一只可能到时已经收起了 那另外 今年砌拉打里面 在近期 又是没有拍片 但我是很欣赏的 就是这一只 Carmine Lider Blade 它真的出得很好 这一只 在画面上 可能在光线上 大家可能看得不真 那你也可以参考我IG那边 它本身的银色 就是有噴给你的 另外 只是在浮面上盖多一层 星光银 那它要補的颜色 基本上 只有腰带 和八剑 其他那些要補的部分 都算是很少 極少 真的 差不多全部分件做的 那些红色 你看它胸口的红色 胸 腹眼 红色线 分件 所以 其实是真的砌得很舒服 真的 比想像中出得好的 另外一个比想像中出得好 就是它 我本身没有想过去买的 其实是皮套的 那些是咸蛋超人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一群 Ultraman Ultraman suit 这一群 但是 ZERO 始终我有玩 有个叫Super Hero Generation 大家可能知道 有些游戏 是高达超人 和Lider 三个合作 但我不认为 게임 我认为了这个ZERO 它都很喜欢这个角色 所以只想把他砌 最好他把他们还推出 除非他其他机会有偶像 可能一起推出 金色的位置全部是分件 不用自己面穿或手油保釋 雖然有些想不到的位置要手油保釋 不是手油的 要自己面穿 就是底褲的藍色銀色 和大腿對上這一塊關節的藍色銀色 都要自己面穿去噴 唯獨是這樣的 但是就算你不噴 我當你不噴 貼紙都不貼 那只是兩個位置少了色 純素組派來說 都算是不大有外觀瞻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都OK 比想像中算是出得好的 另外今年真的買得多了少少的 就是簽席鏈的成品 讓我追花一隻 自己在船舶上找 這隻三一Devolution 他在機箭上叫做色者進化泰 我都忘了漫畫有沒有這樣故意 那個色者進化泰的意思是對的 但是我忘了漫畫裡面有沒有直接提過一個名字 總之就是吉他1 我自己很喜歡的 但是暫時沒有機會拍片給大家看 也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大家可以上網找一下這個東西 另外就是最近才拿 就是這個宇宙騎士 這個Tagaman Blade的Blaster版 這個Blaster版 我都等了很久 因為說真的 以前只是Armor Plus那些有推出過 很多經常都推出了前期型 就沒有出這個Blaster版 唯一最可惜就是千隻念舞碧加斯 我一直都在等著它出模型 其實我很期待這個GOOD SMILE MODEROY會出模型 希望接下來1月的發佈會是有機會 至少推出Blaster的前期版 希望有啦 其實不知道的 因為他投票的票數是不見影的 居然 我是猜不到的 就是他去年那個投票 就是希望 希望商品化那個list裡面 是竟然沒有他份的 我真的完全理解不到 日本和海外都沒有他份 真的大家這麼遺忘了他嗎 我又不覺得那些粉絲少的 我真是不明所疑 但是另外1個很高票數的鐵人28FX 就去了千隻念出成品 我又忍不住訂了 變成模型那邊可能就混水一些 未必這麼快 這個題外話 另外除了它之外 當然SRX 我就懶鬼 看到它的合體這麼複雜 R3和RGUN我還沒開 開了之後再拍照給大家看 本身想拍片給大家看合體 但是一直都沒有動力 寧願做模型那些 一直都未開出來玩 那就想不開都不行了 接下來有SMP 可能到時一次過拍片 另外就是這隻勇者雷登 這隻勇者雷登 就是一個我很喜歡的漫畫家 清水榮一先生畫的版本 這個是他做機械設計 其實不只是畫不畫漫畫 他是做機械設計 是他設計的版本 其中一個代表作就是 武裝機甲Line Barrel 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的 就是這隻 我是很喜歡這套武裝機甲Line Barrel 鐵支Line Barrel 它是日本的名字 設計過的這隻雷登 可能大家未必喜歡它對翼 我也覺得對翼可有可無的 但是這個本體我覺得 經過它的設計之後 真的有型格了很多 但是Model 接下來會出現 一個經典版的雷登 我眨眼看 這個官圖可動 好像很好可悲 到時才知道 我本來都很期待的 但我看到官圖放的姿勢 我有點貪心 成品都說了 這次暫時來到這裡 我想我農曆新年的時候 會再跟大家看下 我現在未砌的倉存 要粗略地看下 跟大家到時再看下 有什麼想分享 我再量度一下 今次一個算是2022的總結 跟大家又分享一下 又再出多一次櫃 很可惜今年 我本來都想追究一百隻 但真的沒辦法 後面的時間真的安排不到 只有九十一隻 我有少少忍恨 一定是 希望今年有機會突破一百 雖然會越來越難的 但是當然也都 比起砌一百隻 我覺得砌到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才是最重要的 一百隻是給我自己的動力去 清快一點的模型 希望今年可以做到 多謝大家的收看 今天聽我吹水 接下來我不敢說下一隻拍些什麼 大家再密切留意一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追蹤我的IG 很多相片可能會放在那邊 記得按讚我的影片 留言 大家聊聊天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